这段时间种植西瓜出现猎瓜的比较多了 因为这个季节到了 季节到了以后就很多问题都出来了 猎瓜 在明远店种西瓜的一个种植后 给我发信息 种了一千多亩地的西瓜 现在西瓜猎瓜达到百分之七十 然后我打电话说 柴哥你看有什么好的方法没有 然后我的目标 今年别让我赔钱了 行了 要求不高 已经猎瓜裂到百分之七十了 实际上这个猎瓜 什么原因造成的 种植后 在施肥上 在受粉上 各个方面 综合出现的问题 最终表现出来猎瓜 这种情况 以前在关于猎瓜这块 我也给不少给大家去讲 但是呢 有很多朋友呢 头不撞南墙 绝对不会头 然后清一些小技巧 小偏门 乱七八糟的 一些东西 科学 种地一定是科学的 他呢 第一个呢 就是在受粉上 用了当地的密封受粉 当时那几天呢 温度比较低一点 密封可能出来的比较少 担心呢 受粉不好 然后呢 就用露饼饼 去用了一次 用了一次以后 又感觉不放心 又用作瓜铃 又搞化一次 这是造成猎瓜的 一个方面原因的 第一个方面原因呢 在这个西瓜 施肝的时候呢 看着瓜羊长得很旺 然后卖农资 说啊 你想要不让他旺 怎么办呢 冲磷酸二星甲 一亩地 又搞一个零三二星甲 冲进去了 妄长 大家记住 妄长不是因为 你的零甲少 才妄长的 当然 你用了零三二星甲以后 零太多以后 又移植了钙的吸收 钙又吸收不上来了 你说你不裂瓜 那太怪了 是吧 那正常情况下 我们种植物 第一 受粉的时候 一定要掌握 因为密封受粉 它是一个有性受粉 你看绿比尿啊 作瓜铃啊 它是一个无性受粉 你用密封受粉的时候 你用一次就可以了 用次数多了以后 就很容易造成 膨胖的时候不均匀 这是第一个 第二个呢 肥料配方啊 一定是合理的 你看包括 每天在这段时间 经常 农子营销商 你说 结瓜了没 没有结瓜 平衡肥 番茄开始膨大了没 没膨大 平衡肥 哇 变上去 你这实施是很不科学的 所以说 每个作物 在每个时期 对蛋林甲 要求的量 它是不一样的 一个平衡肥 就要搞定了 是 你能长起来 能长起来 能活 但是你的产量了 出现问题怎么办呢 是不是 所以说一定要 科学施肥 科学配方 你像有很多种种 有时候找我 太哥 你看我种西瓜 我种番茄 我现在这个番茄 找到什么样子 你能不能够配肥料呢 我说可以啊 大家 你一定要告诉我 你的番茄 现在是哪一个 在什么时期 然后是 哪一个底肥用的什么肥料 你告诉我以后 根据你这一块呢 我再去 你一个 搭配一个合理的配方 这样 它是一个科学的试肥方法 好